在廣告了 那在那之前 廣告大概两年 一年半左右 那每次登报纸广告登多大 知道吗 半版 有时候是在头版 像今年的农历过年的时候 是在头版 中国时报 联合报 都是登在头版 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有登吗 我忘记了 每一次 每一次登报纸的话都是半版 登了两年一年多了 也从来没有中华民国的警察 或宪兵 情势人员来抓我们 没有 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早期我们来上课 第一期上课的时候 是在前面那一栋大楼 高的最高那一栋 五楼上课 后来人数多了 人数多了以后再盖这个教室 这是第二个教室 后来人数又更多了 在旁边那个大教室 你们刚才走过去有看到吗 这边的总部 那个硬体的设备越来越大 越来越进步 如果我们是假的 或是如果我们这是违法的 中华民国政府不会来抄我们吗 这个地方早就没有了 还有我那时候来上初级班 我是第五期的 我爸爸跟我说要上课 在哪里 在那个大坑国小附近 他只知道在大坑国小附近 我就搭计程车搭到大坑国小那边 一下车 惨了 再来要怎么走不知道啊 还没安装 刚好对面就是派出所 我就进去给他问路 我就进去给他问路 我背着背包 我一进去 我还没开口啊 那个值班的坐那个柜台 那个警察就看到 你是要来台湾民政务上课了 好厉害 你怎么知道 我都还没讲话你就知道 从那时候到现在三年了 如果我们真的是违法的 这些地方早就收掉了 绝对不可能 越来越繁荣 越来越壮大 不可能是 还有这种东西啊 中华民国政府 国民党对讨厌 没有人去密告吗 没有人去检局吗 一定有的 为什么三年来不敢动我们 有没有想过 再来各州的办公室啊 宜蘭州的办公室 我每次都放那个照片给大家看 你们有看过吗 宜蘭州对面就是什么 宜蘭警察局 喂 他很大大耶 对不对 警察都不敢给我们怎么样 他还在那边给我们战卫兵 最安全的地方 对不对 再来我们在美国注册 有很多人都说 你们说你们在美国 怎么样假的 我们都没有看到 是你们有发一张嘛 后面有那个资料给你们 对不对 我们都有在那边注册 美国政府叫我们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个礼拜来哈 那个前美国司法部的官员 有来 已经做了两场演讲了 我们去参加的演讲的人 我们都拿到这一本 今天又来了 那个我们的辩护律师 你们都有看到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欢迎你们发问 只是说怕没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的话 其实应该让我们问问题 是最好的 如果说我们是假的 说都是我们自己编的 是这样子吗 再来 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 我们后面那边卖书 我每次都讲最大的那一本 最后的 台湾最终地位3 全部都是英文 我们告美国政府 跟法院这边来往 所有那些文件 法庭的辩护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在里面 全部都是英文 我常常讲啊 一个诈骗集团 有那么厉害吗 找那么高级的人 编那一本 那么后一本 没有一个诈骗集团 那么厉害的啦 如果没有真正的过程的话 那些东西是不可能生出来的 那我们台湾民政府啊 因为那个都是英文啦 所以他有些把它翻成中文了 你们可以上网去看 这是中文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你们可以不用抄啦 你需要我的资料 我都可以给你 我的资料从哪边出来了 我都会注明 你可以拿那个随身碟去后面 跟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要 他就把他copy给你 好 再来 我就想了嘛 我在民政府看到 高级班看到 如果没有来上高级班 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为什么 我们大家的生活都不好过耶 有没有人不用工作就有钱的 有没有 没有嘛 对我们都很辛苦的工作嘛 对不对 如果没有来高级班的话 没有看到 我绝对还是在家里面赚钱 今天不会在这边给你们上课 绝对不会 不只是这样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看到美国在后面支持我们 我为什么要看到美国支持我 我才愿意相信你知道吗 他讲的是真的啊 为什么不相信 为什么我一定要看到美国在后面支持我才相信 有没有想过 如果后面没有美国 中华民国绝对不会把政权交给我们 你拼得死 他就把你打死 绝对拿不到政权 任何国家在这个世界上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要独立 我们不能独立 我再讲一遍 我们不能独立 但是如果你要有什么 有自己的政府 你要自己壮大起来 要有自己的人民土力的话 没有强大的国家在外面帮你 是不可能的 美国得到谁的帮助才有办法独立 法国 没有法国帮他 他不可能独立 从英国独立 我们台湾人 我们不能独立 但是我们怎样 我们希望能够管我们自己的人民 管这块土地吗 没有强大的国家在外面支持 不可能的是 那谁来支持我们 美国啊 我看到美国在外面支持 我相信了 我认为这条路会成功 所以我下来 努力赶快去跟人家讲 所以真的要 我看到美国的后面在支持 我看到了 我相信了 我再进来 不是只有这样子 我们来点招 我们上完初级班高级班 要点招了 法理点招 那一次也是 我要吃饭 我们是中午吃饭 我要吃吃吃的时候 快吃完了 然后我的右手边这边 做了我们驻日代表 他在跟一个年轻人讲话 突然秘书长就走过来 坐在他旁边 然后拿一个信封给他 信封厚厚的 就说 我觉得这件事 还是交给你来做比较好 我一看那个东西 我大概就猜到是什么 我认为他们在讲重要的事 我不是当事人 我不想 如果我在场 怕他讲话不方便 我也不希望 我后面会惹伤麻烦 所以我就赶快吃一吃 我就走掉了 走掉了 下午一上课 秘书长就讲 之前在网路上 说我们是诈骗集团的 骂我们的 这次他该死了 他跑到日本去 说我们是诈骗集团 我们要在日本告他 我又觉得 我在试一下看到 跟秘书长讲的 民政务做的 一样 我是这样一直印证 一直印证 我进来了 没有错 我相信你 但是我不希望 有人 什么样 骗我 或是有人做了坏事 我被拉走了 所以我一直在印证 民政务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对的 我要不要相信他 我相信了 我跟你走 如果我觉得你做错了 不好意思 我也不会跟你走 但是我相信 因为美国在后面监督我们 台湾民政务要走错路 很难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好 我在说什么 我讲这两个事情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就是要告诉你 台湾民政务所讲的 跟他所做的 都是真的 所以我相信他是真的 我相信他是真的 后面还有 你在这边待了越久 你看到的东西会越多 你越可以去支持相信 但是人多了怎么样 人多口杂 而且有人进来破坏 所以我跟你说 你要去判断 这种组织 一定有人给我们破坏 所以我说你要判断 你不能只听了人家 就跟人家走了 你后面会看到 你后面会看到 越来越多的证据 韩平政府真的快要执政了 因为快要执政的时候 破坏就越来越多了 这个好像 台湾 这个好像快没电了 对啊 它不亮了 好像没有电了 好 好 有吗 还是有 好 好 再来 下去 欸 都没插喔 好 麻烦你帮我按 那个 PowerPoint 下一页 好 来 这是给你们看的啦 照片这样子 宜蘭 再来 再上麻烦你帮我操作好了 好 这个是在美国注册文件啦 这个也很小 看不清楚 你可以上网去看 还有你们手上有拿到纸本 应该是那个比较清楚啦 但是我会证明说 我们绝不是乱来 好 我们绝不是乱来 是真的有做 好 再来下一页 台生 好 再来 刚才那些都是 间接的证据 我要看到的是直接的证据啊 最有利的证据是什么 美军重新占领台湾 我们都说 现在台湾是美国占领的 怎么都没有看到美军 为什么 第一个他叫中华民国来代理他嘛 所以看到都是中华民国的军队 再来 6月份进来了一批美军 跑去哪里啊 跑到东部去了 他躲在那个基地里面 不出来给你看啊 所以你看不到啊 但是中华民国的军队 就是他控制的 那我们希望是说什么 真的能够看到 美军重新在来我们的 这个街上走 我们都很清楚说 他已经什么 接管中华民国政府了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相信他真的重新占领 他一直在占领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那这个情况 如果很清楚的出现了 台湾人就觉得 不一样耶 台湾真的变了 再来 美军进来了 是怎样 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啊 我们一直预测啦 秘书长还是这样讲 最慢最慢 明年一定可以拿到政权 那这是直接的证据嘛 表示我们讲的都是对的 我们做的都是对的 美国真的在后面 中国咧 你要回去了嘛 你在那边给人占领 到最后还想要把它变成你的 哪有这种事啊 我每次都说是土匪啦 你从中国来到这边 给你占领了 就说这是变我的 他来到你现在给你借住的说 房子是我的 有这种事吗 那是土匪 再来 中国以前都说 在那边叫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放屁啦 他们自己都知道 他们一直要求中国要统一啊 说实在我认为 中国北京政府要感谢我们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如果没有上来的话 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一直待在台湾 他不回去 你们中国要什么时候才能统一 如果没有台湾民政府的话 你要统一还早 不知道要拖多久 他应该要感谢我们才对呢 中华民国政府离开 那里 金门 马祖 平潭岛 这三个地方 他回到中国土地去 中国不是就统一了吗 对不对 我们还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他应该要感谢我们 但是我要跟他们讲 大家都知道 他们也知道 台湾你们不可能拿走了 绝对不可能带人给你 绝对不可能带人给你 这是最后的证据 而且是直接的证据 会不会发生 会 绝对会发生 至少明年 至少明年 这些 我们相信一定会发生 好 我刚才讲吧 台湾要还给日本天皇 美国说土地是他占领的 中国不会跳脚喔 中国不会跳脚吗 我自己的姐夫在大陆做生意 他说中国已经不一样了啦 现在很坏的啦 台湾想要还给日本 有那么容易吗 不可能是 我姐夫都说这样子 不可能 他是美国最大的债主 美国会怕他 是这样吗 这是我前几天 他们财政部自己的资料 一兆 2649亿美金 一条 2649亿美金 多少钱 你想想看 是美金耶 算兆的耶 可是我当初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也吓一跳 第二名是日本 日本紧追债后 也是一兆两千多亿耶 但是不管啦 因为那个美国跟日本是好朋友啦 自己去 他们两个不会打架啦 他们自己好商量 中国耶 中国就好像很怕耶 第三名是比利时 可是没有那么多啊 你们有看到吗 没有那么多的美金啊 怎么会这两个国家 买那么多的美国公债 这很特别 好 人家跟你借钱 所以你讲话就比较大声 这是当然的啊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说 我跟你借钱 所以我叫你做什么事 你都做什么事吗 我要你的土地 就要你的土地 可以这样子吗 从法理上来讲啊 我们讲 从法理上来讲 借钱再怎么借 也不可能说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借钱结果我用土地来行 那要讲好啊 对 那要法律上判定也要讲好 双方愿意牵制啊 对不对 来 我刚才讲 从法理上来讲 台湾这块土地 不可能还给他们 你们这几天 学到的 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日本天王的 马关条一开始啊 对不对 1895年就割给日本天王 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日本天王的土地 啊什么时候变成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时候还不完全 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 刚割过去 你们说是殖民地 其实还不一定啊 还有一个争论啊 不管 那这时候开始是 日本天王的领土 啊什么时候真的不能割 打败仗也不可以割出去 什么时候 你们上课上了三天了 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不可以割出去 啊 天王的造书嘛 1945年4月1号 开始实施宪法以后 这块土地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打败仗也不能割啊 从法理上来讲 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中国壮大了 但是他要什么 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规则的 你不能说我长大了 我现在最大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给我乱搞 这个世界乱掉了嘛 全世界的强果 也是有照规矩在做事嘛 法理上来讲 不是你的啊 凭什么给你 凭什么给你 是你自己割过来的 打败仗 你们自己割过来的 清朝跟日本打败仗 明明白白割过来的 不是给你抢 不是给你偷的嘛 好 领土主权转移要明确的条约啦 中华民国政府 常常都说这几个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呢 台湾变他的 但是你自己详细去 我们这边把它列出来啊 跟中华民国有关的 这五个 宣言也好 条约也好 你看 没有一样啊 明白了说台湾已经还给中华民国 我是割给你中华民国 绝对没有 不信的话自己去研究 都没有割给你 我们民间在买卖房子土地的时候 要不要写清楚说 这一块土地现在卖给谁 谁是所有权人 名字要不要写出来 要嘛 你不写出来说我土地卖出去的 卖给谁 他都不讲 那到时候大家都来抢啊 是不是 国际间的领土主权转移也是 我今天这块土地 割给谁 哪一个国家手上拿走 一定要写清楚 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 说放弃 但是他没有说我放弃之后 割给你中华民国 没有 没有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土地 凭什么说这是你的土地 放弃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要 是这样子吗 他就造成国际上的纷争嘛 他没有写清楚就表示什么 这块土地还在谁的手上 还在天皇的手上啊 中国评论说你是你的 他们每次都说凯罗宣言凯罗宣言 真不好意思 如果你有去看我们 那个台湾民政务啊 他有一个什么 台湾真相 我以前就讲过啊 什么是宣言 什么是条约 知道吗 第一哈台商去中国大陆做生意 去那边说啊我要跟你做生意啊 签意象书 什么是意象书知道吗 我要跟你做生意好 签签签签签完以后呢 台商呢 什么 那时候没有 还没有在那边做生意 不是很了解吧 啊人家有跟我们做生意意象书签了 好赶快回去 开始坐坐坐坐坐坐 坐完要送货 说啊我们要送货给你了啊 你要 我那个人要费款给我们 他说欸我没有要跟你做生意啊 欸那你不是签了意象书吗 那是意象书 要契约合约才是真的要做生意 早期中国是这样子呢 我也在这边跟你们讲 宣言是意象书 可不可以改变 我当初是这样想的嘛 后来什么实际情况转变了嘛 我不要做生意了嘛 可以吧 我没有签正式的合约契约 那个意象书啊 只是什么 提供参考 那个可以不要遵守的啦 我再讲一遍哦 宣言相当于意象书啦 条约合约 还叫什么 相当于契约 一定要照做的 因为条约契约是两边说好 两边都同意要做的嘛 意象书只是单方面的啊 另外一方我不承认 可以啊怎么不行 这些都没有决定台湾 到底割给谁 没有 占领不得已软主权 你们初期班来这边啊 其实只有学两个理论 哪两个理论 占领不得已软主权 再来咧 对流亡志文不能就立合法 就是这两样嘛 这两样说实在 我觉得很奇怪 台湾的那些 研究国际法的专家 因为他们都没有研究战争法 所以这两个基本的东西 他不知道 大概都要插都要乱 可是这两点如果拿出来 就把他们打死了 你说什么的台湾怎么样 都没有用 这两点 占领不得已软主权 文明的现代国家遵守国际法 上一节课讲师也讲了 对不对 美国去打伊拉克 也没有说伊拉克变我的 变成美国的 没有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打胜仗 不能随便併吞人家的领土 知道吗 拿破仑1830年那个时代之后 欧洲的国家强权发现不行 因为那时候欧洲常常在打仗 每次这边搁过来搁过去 同一个地方的人民 每次都被搁过来搁过去 发现人民非常痛苦 不能再这样做 为什么 占领不可以已软主权 打胜仗可以啊 打胜仗签契约可以 不能割领土啊 不然打没了永远是那些平民 美国打伊拉克 把人家 海参政权整个拿掉了 在古代中国看法里面是什么 把人家灭国啊 把你国家灭了 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行喔 现在这样不行了 他还是什么 还政于伊拉克人民 他中华民国政府 来到这边占领了以后就说 这个土地是我的 这怎么讲得通 这怎么讲得通呢 可是很奇怪 他自己明明知道 他认为说 当初当然也没有错啦 他们认为开罗宣言以后会执行 可是事情还没做到的时候 你不能讲啊 这么多年来 六十几年来 快七十年 也没有真的哪一块条约 真的把台湾这块土地 割给你中华民国啊 你凭什么一直讲呢 你要买房子 你要跟人家买房子 我要跟你买喔 结果呢 没有过户 没有给钱 什么都没有 就跟人家说 那个房子是我的 这样对吗 中华民国政府就做这种事 再来 我们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流亡政府 你爬到别人的国家去 是流亡政府嘛 对不对 好 他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流亡政府 1949年嘛 国共内战 国民党政府打败仗了 跑到台湾来 那时候这块土地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啊 旧金山合约签了吗 没有签啊 旧金山合约什么时候签的 生效是1952年嘛 你1949年就跑来了嘛 你跑到别人的国家去 你不是流亡政府 不然是什么 后来这块土地 有给你送完民国吗 也没有啊 你一直在流亡啊 不是吗 从以前到现在都不是你的 你一直在别人国家的土地上 你不是流亡政府 不然你是谁 流亡政府可以就利合法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想想看 那会乱掉呢 任何一个政府 跑到别人的国家去一站 又说这是我的 达赖喇嘛 西藏流亡政府去到印度 去印度流亡 有跟印度政府说 这块变我的哈 我要在这边成立我自己的国家 他们有这样跟印度讲吗 没有嘛 如果他敢讲的话 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 发生战争 印度政府一定活大 你说什么 我让你在这边流亡啊 已经对你很好了 什么你占了我的土地 就什么 这里是变你的 我把爸爸站住我把你打出去 对不对 我马上打你把你赶出去 没有办法 我们被人家占领啊 我们打败仗啊 我们被人家占领 然后在这边他要说什么 就说什么 可是他说的是错的 骗我们 很可恶耶 有往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他要怎么样才会合法 你知道吗 他要往中国去 重新取得政权 他才会合法 在别人的国家 永远不会合法 好 战争法的主要原则 这几个我希望你们学一下 占领不得已转主权 这个已经讲了 占领军不可以向当地居民 实施征兵制 中华民国都要在这边 跟我们征兵 叫我们去当兵 然后我们一些年轻人 当兵的时候死掉了 打仗死掉了 怎么办 他有赔吗 很可恶耶 为什么不能实施征兵制 你知道吗 两个是敌对的国家 对不对 今天你叫一个敌人 拿你这里面当兵 违反人性耶 他如果在里面跟你兵变耶 不可以啊 那来 占领区的行政 立法司法底细 要继续运作 什么意思 人民的生活不变嘛 但是什么东西变了 不能有军队啊 不能有外交权啊 你被人家占领了嘛 占领军 占领国说什么 又做什么 你不可以有军队 你现在已经不是国家 被占领了 外交权先没有 但是其他生活是一样 所以那时候来到这边 什么参七五简珠 对不对 土地改革 很多那个地主的土地 被政府拿走了 分配给殿隆 他认为这是土地改革 但是照占领法 照战争法来说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啦 你等于什么 占领军去抢夺 平民的财产 是不对的 是违反战争法 占领区的居民 要暂时效忠原则 暂时效忠谁 暂时效忠占领军嘛 你去用占领啊 没办法啊 人家在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要先占领对方 讲错了 先效忠 那个占领军 占领国 被占领区的领土主权 被 属于占领全国或有 还没有移交给当地民政府 属于占领状态 未打的最后状态 台湾民政府还没有拿到政权 台湾民政府就算拿到政权了 台湾的地位也还没达到最后状态 还没达到最后状态 什么时候达到最后状态 回到大日本帝国里面 台湾地位未定耶 没有错啊 台湾地位未定 被占领区管辖军事政府 体制要有正式宣告才结束 要正式宣告喔 美国总统 美国的国会有说 从台湾撤军结束占领了吗 六十几年来没有耶 二世大安到现在都没有讲耶 没有讲会怎样 继续占领啊 伊拉克撤军了没有 结束占领了没有 结束喔 美国总统有讲 什么时候我们要撤军 真的撤军了 台湾没有讲耶 没有讲继续被人占领 很可怜的 我们被占领六十几年 如果没有秘书长 带台湾民政府去告 不想要占多久耶 不想要占领多久耶 而且最倒霉的是 还被中華民国政府占领 乱七八糟耶 最乱七八糟的政府 原来占领区属于独立关税区 所以那时候加入WTO 对不对 台湾是独立关税领域 因为我们被占领了 这必须要在那个什么 战争法里面才知道啊 没有人就战争法不知道啊 主要占领全国可以委托他国 执行代理占领任路 可以啊 所以美国叫什么 蒋介石军队来代理占领 一直看到都是中華民国军队 对蒋介石的军队 但是战争法的一些主要的原则 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下 这哪里可以找到 台湾战争史回顾第五 第一册 我们台湾民政府啊 把这几年来 秘書长的那些薪血结晶 都把它出成册了 我从哪里找出来的 我都给你们讲 那你们可以去看 好 另外战争法的原则是 你就算被命令 也不可以要求 被占领的人民做非法的事 你不可以说我占领 所以我就为了三者 来到这边随便乱搞 违反人群的事不能做 我要讲一遍 违反人群的事不能做 可是呢 奇怪了 我们不是中華民国人 我们居然去拿他的身份证 我们拿他的护照 他叫我们去当兵 我就乖乖去当兵 你不去当兵可以吗 我问 不行耶 很奇怪 还不行 选举最奇怪了 对不对 明明就不是中華民国人 不是中国人 居然去参加他的选举 我们到底是哪一国人 搞不清楚 我们自己的什么 身份 我们自己国家的身份 被人家怎么样 掉起来了嘛 虽然我们说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成名 但是目前我们还是五国籍耶 我不知道我们自己国家在哪里 日本人可以去参加中国的选举吗 中国可以去选日本的议员 可以吗 不行嘛 这很清楚啊 这些都是违法 奇怪 他都叫我们做一些违法的事耶 不做可不可以 不选举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至少你不要去选举吧 对不对 不要拿他的护照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不要出国就好了嘛 所以秘书长都不出国 可是他都要我们去什么 去美国啊 去这个给天皇祝寿啊 哦又很三老金啊 我很想去啊 我的中华民国护照到旗 我知道了 我不要做违法事啊 我就不出去了 不出去就 我很想参加要怎么办呢 违法事可以不做 就不要做嘛 但是如果你不做 像什么缴税 我像当兵我不做的话 他要什么 把你抓去关 就是没有办法啊 被强迫了 如果你真的可以不做 就不要去做 明明是违法啊 为什么要做呢 哈 好 台湾的地位在哪里渣哦 究竟善和平条 决定台湾的地位 但是我要讲哦 当初签和平条 究竟善和平条 的时候啊 美国 日本 英国 主要的国家 他们都知道 台湾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 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是呢 台湾的地位在哪里找 2B 究竟善和2B 4B 23A 跟台湾有关的 去看 台湾还是被美国占领 这是目前的状态 日暑美战 就这样子 还没有达到最终状态 所以还没有完全 台湾问题还没有完全处理完 好 中华民国政府有没有真相 台湾民政府一直强调 我们的主张 日本天皇白有所有权 美国总统未有占领权 中国流氧政权代管 我在台湾学校教书啊 那个FB上面啊 我那边好朋友啊 他是马来西亚人 他跟我说 我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就把这上面写上去给他看 他给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还是那三个字 哪三个字 那外面的人 大部分都这样讲 不可能 他说什么 你们都什么 都快要变中国台湾了啦 银弹比子弹有效 你这样跟他说 那要怎么办 蛤 那要怎么办 不管啊 我讲的是事实嘛 我今天跟你说了嘛 你可以不相信啊 没有关系啊 但是到最后时间到了 事实会证明啊 还有 那个前一阵子那个柯震东 对不对 在北京被抓了 你有注意到吗 台湾的这个电视报导啊 报到那个 他们 那个中央电视台 电视报导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台湾的艺人去那边表演啊 都要说什么 我来自 哪里 他在说你呢 乱讲 你来自中华民国 他就把你踢出去 他都跟我说 我们的艺人去那边表演都要讲 我来自中国台湾 强迫 强迫 强迫你一定要讲中国台湾 不讲 不讲就把你表演撤掉 不播 卡掉 所以我说 中国会不会叫 如果台湾民政 我真的介绍政权了 美国进来占领 美国早就占领了 美国占领 然后呢 要还给日本天王 中国会不会叫 会啦 他还是会叫 叫有用吗 没用 我差不多 法理就是这样子 你认为你的 好中国跟美国先打一仗 他要打吗 他敢打吗 认清事实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是事实 以前的我们那些前辈啊 要搞台独的 阿扁说什么要自宪正名的 他们搞不清楚啊 他们不知道 台湾的地位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怎样 永远都走不出去 台湾一直在打转 一直原地打转 一直原地打转 在国际社会上 我们台湾人 永远都跟人家不平等 为什么 他没有认清事实嘛 你怎么会有未来呢 你怎么可能走的正确呢 二次大战以后 台湾被放弃了 我们的前辈知道 早期啊 中华民国进来 跟我们占领 结果搞得民生掉臂 对不对 物价飞涨 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 我们那些前选很厉害 他说 美国麻烦你自己来占领 他们知道 应该是美国要来占领的 可是后来的声音为什么不见 你敢讲吗 你敢讲说美国进来占领吗 讲 不要脱去枪毙 是不是 还是恐怖就这样来了嘛 后来这个声音不见了 过了几年 一个世代 两个世代 三十年以后 一个世代以后 什么事情都忘记了 以前我们前辈他发现问题 他去找真相 有找到吗 很多人到这边就断掉了 找不到了 找不到 那些人死掉了 资料被封锁了 对不对 找不到啊 我们找到了 旁边这种找到了 我去跟你讲 结果咧 跟我早期想法一样 不可能 你不愿意接受事实嘛 我找到真相了 我跟你讲 有的人自己找到 诶 真的是这样吗 他不愿意接受嘛 他不愿意接受 就永远在这边挡下来了 会有未来吗 没有 绝对没有 你要在中晚民国体制里面 台湾没有未来 然后你要去加入那个 国际组织 每次都被人家打枪 那种担热回来 每次都说 那个是中共害的 永远没有未来 我跟你讲 你不愿意接受台湾民政府 这个论述的话 永远没有未来 快70年了 中華民国有一阵子 阿伯那时代 跟新加坡在打架 吵架啦 没有打架 吵架 陈南山去笑人家说什么 新加坡 那个平塞大的国家 彼此那么大的国家 记得吗 笑人家 拜托耶 他是国家 他那么小 他的土地有多少 台北是那么大而已 台北是那么大而已 他就是 在国际上 就是跟人家平起平坐 联合国里面投票 只要美国 不要动用否决权 那五个联合安全理事国 没有动用否决权的话 所有国家投票 每一票效率都是平等的 中華民国可以进去投票吗 台湾人可以进去投票吗 为什么我们跟人家不平等 你们都认为我们都比新加坡人烂吗 我们台湾人是世界上二等的世界人吗 二等的人类吗 你们愿意接受吗 你们愿意接受吗 笑人家 搞不清楚自己什么状况 敢笑人家 台湾不可能交人烂国 台湾不是国家 为什么台湾不是国家 台湾是日本天皇的吗 台湾人没有土地所有权吗 管辖权在谁手上 美国啊 你又没有土地 又没有自己的行政权 你怎么是国家呢 台湾是台湾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 两个不是彼此的一部分 每次到了选举在那边叫 现在比较不敢叫了 中华民国是台湾 台湾是中华民国 现在不敢这样叫 可能因为台湾民政党出来 他们也知道 陈陈参参 胡搞笑搞 所以落到政治 落到了政治恋意里面 台湾不能独立 不能建国 独立就跟谁打架 跟美国嘛 敢独立 现在我占领了 你要给我独立 你要跟我美国打架 不能建国 为什么不能建国 商业节讲师 根本讲得很清楚了 大日本帝国里面没有分离条款 你怎么建国 我们要回大日本帝国去啊 美国还占领台湾 我的母国是大日本帝国 不相信 回去研究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骗你 我的爸爸妈妈都有日本名字 小时候 我都听我奶奶这一辈子 叫我爸爸问讲问讲 什么是问讲 不知道 会有妈妈那边去啊 娘家 他们都叫我妈妈 有西口 有西口 什么是有西口 奇怪啊 身份证上面 就不是写有西口 有西口怎么写啊 我不知道怎么写 现在好知道了嘛 日本名字啊 不是日本人的吗 他们从日本时代过来的 不是日本人啊 都有日本名字啊 不要再认贼做父 谁是贼 中華民国建户啦 谁是父 谁是这个 谁是我们真的父 日本天皇那边啊 不要再认贼做父了 中華民国来到这边骗我们说 啊战胜了太好了 台湾同胞们 你们回归祖国了 这一骗骗到现在完蛋 你用骗 你要当战胜国 你就有一辈子都是耻辱的 又是几年来 我们在国际胜有平等吗 你不觉得这很丢脸吗 我跟你说 我不只觉得丢脸 我很火大 真的啊 我们都没有尊严耶 可是你们想过 二次大战战败那些国家承认了 意大利战败 德国战败 日本战败 乖乖接受嘛 你正掰 人家做什么做什么 签和平条例 冲头再来 冲头再来 现在怎么样 日本德国 意大利 意大利可能没有 可能没有觉得他特别好 但是日本德国咧 在国际社会上 我们讲到他们都怎样 这一定的国家 一定的国家 六十几年来 如果我们当初是美国占领的 我们也是按照战争法 正确一步一步的走 我们也可以这样啊 是我们现在没有啊 你还要继续下去吗 还要继续下去吗 成人战败 一时很丢脸没有做 但是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咧 我们出去到哪里都是有尊严的 而且是很骄傲的 不需要宣传 人家就觉得 哇太好了 相信啊 台湾民政府上来 我们真的有心为台湾做事 三五年后 台湾也可以让全世界人感到 哇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 怎么这么了不起 我们出了一个吴波雄 很糟糕 去年跑去见习近平 我一直想要找他的那个 会谈时候的那个录影带 没有录影 只有新闻稿 那没办法啦 找 他说什么 哎 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拥有共同的血缘 历史文化 换得很会大 等一下跟你讲 我们人的一生 经历许多重要选择 包括选择志向职业 选择配偶 有一样不能选择 祖先不能选择 他讲了对不对 祖先不能选择是对的 其他错 我承认啊 祖先不能选择啊 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 他要当中国人嘛 可以啊 你要当中国人我欢迎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回中国去 不是回去 你是去中国 你是台湾人嘛 怎么会回去中国呢 你喜欢当中国人可以 你去中国 你不要把我全部拉下去 再来啦 我们都被中国人教育 你的祖先是谁 你的世世代代 子子孙孙都是谁 是这样子吗 我说不是喔 真的不是喔 十年前我跟一个美国人学英语啊 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他的姓啊 他的姓是Germany Germany是德国啊 我一看我就猜 你这一定是祖先是从德国来的 我故意问他 你是德国人吗 不是 他的讲法非常明确简单喔 不是 就讲两个字他就不讲了 我就说 可是你的姓是Germany 他说我的祖先好像是我的爷爷 他很不清楚啦 他说好像是我爷爷 送德国来的 但是我是美国人 他讲得很清楚 我是美国人 他从小到大 在美国出生 长大受教育 在那边生活了 他认同那个国家嘛 他说我是美国人 我要问吴博雄 你在哪里长大受教育 生活的 在台湾吧 那你怎么会去认同一个 你都不在那边生活的国家咧 人家跟你说你的祖先是什么人 你就认为你是什么人 就对人走 怎样 你是来这边要当间谍了 出生就立志要当间谍了 还是你天生背骨 天生反骨的 背骨的 好 真的是有到处的啦 我还是讲一遍 你要当中国人可以 我尊重的选择 但是不要把你们大家都拉下去吧 他是有影响力的人耶 再来我要讲 为什么血统不等于国籍 先从什么法理来讲 先从法理来讲 国籍取得基于志愿意愿合法 三项原则 前提是什么 依照法律 我们台湾民政府定了一个 台湾公民权力法案 你们手上有一本对不对 它里面规定什么样的人是台湾公民 还没有看 不是只有日本裔的本土的台湾人 才是台湾公民耶 没有错 这个是从血统上先来看 你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如果都是大日本时代就在的 对吧 那你就是本土的台湾人 你是台湾公民 这个是血统没有错 但是这是因为有法律跟你明定了 所以你才是根据这个法律去做 不是只有这样的人 还有哪些人可以当台湾公民 还有特别有贡献的人 你去看 我记得好像有四种 他不是按照只有按照血缘来 是按照法律来的 从法律上来讲 拜托耶 从法律上来讲 台湾本土台湾人 是哪一国人 大日本帝国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国籍 但是绝对不是中法民国 除非你自己愿意效忠 你去拿他的护照 你要当中国人可以 我不反对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不要把我们全部都拉下去 从法律上来讲 血统不等于国籍 从法律上来讲 本土台湾人也不是中国人 再来 从血统上来讲 这一本书 外面的书局买不到 因为他的说法 跟中华民国政府交易的东西 相抵触 所以外面的书局不敢卖 你不要以为现在都还没有白色恐怖 没有控制言论 只要跟中华民国政府交易东西 不一样的书 你在外面的一般书局买不到 你只能上网去买 或是无意间发现路边摊有 才买得到 林玛丽教授 法界医院的教授 他跟我们讲 我们留着不同的血液 本土台湾 不是只有本土台湾 讲错了 生活在台湾所有的人 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 有原住民的血统 不能讲原住民 有高沙族或是富足的血统 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是这样 他虽然他们取得的样本比较少 如果样本更多的话 他推测会超过百分之九十 我们跟他们北方的汉人 他们所谓中国人北方的汉人 血统是不一样的 百分之八十五九十的 台湾人生活在台湾岛上的人 你的血统跟中国人不一样 你说 我有祖先真的从中国来的 怎么办 我要问你 你只认父系的 母系的你就不要 你说我要阿公我买阿嬷 才有这样 当初从中国来台湾的清朝的时候 只有男生可以过来 不能带家圈知道吗 有可能他过来这边 他不回去了嘛 他真的在这边跟贫朴族 跟高沙族的人结婚了 留在这边 没有错 你也许有这个血统 但是我在讲嘛 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人 你有高沙族或是贫朴族的血统 你可以说我母亲这边的我不要吗 我们的血统跟你们中国北方人不一样 跟你们所谓的汉人不一样 从法语上来讲也不是 从血统上来讲也不是 但是呢 中华民国给我们交都是 我把他们骗 他们教育怎么那么厉害啊 柯文哲说 祖先不能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是 祖先是从中国来 我不反对 随便你 但是你要继续当中华民国人吗 当中国人有比较好吗 你要选择什么 你自己想看看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 更重要的 我们可以决定子子孙的未来 今天如果我们选错了 我们子子孙孙永远都像这样子 台湾像这样子 出去 我要讲一遍 如果我们选错了 后代子子孙孙永远走不出去 我很佩服他 因为我看了他一些在网上的演讲 所以我就上去 在他的FB上面给他留言 他说柯医师 我说了 柯医师你好 我在YouTube上面看过你的演讲 我很佩服你的看法和创意 我支持你当台北市长 可是你要当台北市长 除了参加中华民国选举 还有另外一条路 什么路 欢迎你来 花一个周末时间 来台湾民政务上课 了解详情 地址 电话 网址都给他 这是我讲课的录影 欢迎你来看 好 谢谢 两天以后我再上去看 被删掉了 正常的他不会相信我 但是他一定会后悔 而且在他下面的助理一定会后悔 他的幕僚一定会后悔 所以明年当台湾民政府拿到政权的时候 这些人全部撤掉 对啊 我上课的时候已经讲过两三遍了 我说你来台湾民政府上课 初级班高级班点招 对吧 然后呢之前训练 再买那一本新台湾论 你好好念 你所花的时间跟金钱 绝对比你参加中法民国选举 还要省很多很多 可是他们的阵营那边的人不相信 我不晓得他自己有没有看到这个讯息 应该是没有 他太忙了 那有的话 我觉得没有关系啦 不管有没有 他的幕僚一定有看到这个 因为我有在上面留言 如果你今天没有帮你的主任 将来一定要后悔 你的靠死的 蛤 我花那么多钱 我说我拼到要死 劝没黑 对吧 罗书雷最近一直拼 靠到要死 蛤 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为什么不来我们台湾民政府呢 这些讯息我相信他们都有啊 他把它删掉啦 没有关系啊 我尽到责任了 要不要是你自己的选择 啊 选错了 就像他自己讲的 选错了 来 我们下一代希望当哪一国人 台生妈妈你放一下 这是我自己上课的影片 我把它录影下来 然后那个前面的灯把它关掉 恶性演讲那一个 恶性演讲那个短片 你认为你是哪一国人 不要讨论自己想 任何的答案都可以 你只要认为我是什么人 这样就好了都没有关系 任何的答案都可以 中国人吗 台湾人吗 还是两个都是 还是都不是 好 来 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 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 来 认为你是中国人的举手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怎么想就怎么想 没有关系不要管别人 好 手放下 认为你是台湾人的举手 举手 各位 举好 不要举两个手啊 好 手放下 认为两个都是举手 好 两个都不是举手 都没有举手的举手 都没有举手的举手 他不是人啊 他不是人啊 好 再来 我们看下一个题目 如果让你选择 你想要当哪一国人 不准讨论啊 不准讨论啊 中国人 台湾人 还是要认为美国人 还是要认为日本人 看好了没有 看好了 好 来 眼睛闭起来 不准看给人 好 想要当中国人的举手 好 想要当台湾人的举手 好 手放下 想要当美国人的举手 好 好 想要当日本人的举手 好 好 我想要 拿我来 老师他有 他有问题 他只要当狼狈的 刚才想要当中国人的临 想要当台湾人的十四个 美国人七个 日本人十二个 日本人十二个 刚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有三个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有二十六个 认为两个都是的 三个 两个都不是的 没有 好 好 先这样就要 好 先这样就要 好 来 我们在外面宣传我们台湾民政友的时候 有的人会跟我们讲 你们这种事 一定会乱的啦 可是我在这边给你们看 我们年轻一代的想法 照理说应该全 台湾所有的学校下去调查 但是没有办法 我用我自己的办调查 我哥哥也是老师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他也在他的班调查 我们都发现 想要当台湾人的最多 大家还是这种台湾 再来呢 日本人 日本人刚才讲有十二个 美国人有几个 七个还是八个吧 七个对 没有人要当中国人 我跟你说 那时候我还特别把中国人放在最前面 给你们选 因为中华民国政府都这样教你们了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我就故意把中国人放在前面 给他们选 第一个 没有人要当中国人 我不晓得哈 中国政府如果他有在看这个上课 他会怎么想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论述 基本的这个诉求就是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我们要回去 刚好啊 阿浩呢 我应该是这样讲 你所谓的日本 你要定义清楚 到底是什么 你自己要先搞清楚 你所谓的日本到底是什么 对啊 对啊 刚才不是讲的吗 那个 天皇他颁布造书 对 如果你要讲血统的话 我们跟日本本土的人血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前几节课的讲师应该有讲吧 台湾这块有主地 那个马关条鱼哥给日本之后 他不是马上就完全取得整个 台湾整岛的主权 对 因为什么 我们这边的高杀主反抗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 他们就去找美国帮忙 因为美国有跟什么 印第安人有对抗的历史 他们去找美国帮忙 美国说 你用武力征服他 所以他用武力把整个台湾岛全部征服了 把整个主权拿下来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 不用这样子说 这就是我的 不是 还要经过什么 防民化的过程 记得吗 教导他 让他准备当日本人 到最后真的实施宪法了 我把你视同 我真的 我的国民 整个按照国际法来走 先征服你 然后再什么 教育你 再什么实施宪法 整个完成了 才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这样子 你要说血统不是 北海道的血统跟日本四岛 四岛的血统不一样 琉球的血统跟日本本岛也不一样 台湾人的血统跟日本本岛也不一样 所以我刚才讲了 血统不等于国籍哦 你要看法律 要按照法律来 那是前提 好 我们剩下一分 可以 好同样这个班 我跟我学生讲说 我还没结婚了 如果万一我结婚了 假设我结婚了 20年后 我的孩子长大了 再20年后 孩子长大 又生孙子了 20年再20年 40年 再加上现在60几年 100多年 我的孙子突然跟我说 阿公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100多年来 我们台湾走不出去 还在这边原地打转 你们当努力在干什么 我要怎么回答 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小孩子孙呢 结果呢 里面有一个学生 他比较调皮捣蛋 说老师 不是 你就跟你的孙子讲 孙子 这个责任就交给你了 我说 对啦 这个叫推卸责任 是不是 还没有进来民政委以前 我就是失望了 台湾没有前途 真的 我不骗你 我来到台湾民政委 我说 这条路我们可以走 没有别的路走 那条路就走走看 今天我有机会 我不做 将来我的祖孙 我的孙子 这样问我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话讲耶 我要怎么 我们只剩 时间到了 其实还很多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将来再跟你们讲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